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喂 龜仇 有搞甚麼 差不多有 那有甚麼不同了 有甚麼不同 又沒有化妝 不是啦 我塗了新顏色唇膏 不是啦 韓式 有甚麼不同 當然有分別 這隻是玫瑰色 哪個人看得出 女生一定分得到 不想我們找同事測試一下 第一個測試 要在四支唇膏中 運出顏色相同的兩支 那你罵我不到 我調色大絲 直接連曲都可以說出來 是不是呀 都說的 不是啦 你看看兩隻顏色 混合的 又在一起之後 不是很和諧 我試過買不同品牌的唇膏 其實它們的顏色都真的很像 走上嘴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請我們的設計師來 是呀 哈囉 哈囉 謙虛一點說了 顏色會比一般人更多 你有沒有想過輸了嗎 蛤 有設計師給他 嘩 玩那麼大 我覺得輸眼了 我本身對顏色沒甚麼概念 為甚麼找到打大佬呢 對 我覺得是這兩隻 你選到第二個答案 我特意做到輸 不行 我真的 它很快 太簡單了 我們的答案是一致的 很大 很大 不是超級 可以看號碼嗎 225 超級 全部人都答對 但細明以速度取勝 所以第一回合由男生勝出 第二個測試是配對適合的染髮顏色 這是甚麼色 啡色 是橙啡色 是橙啡色 蛤 蛤 阿雪的頭髮是甚麼色 是MK MK甚麼 MK啡 哇 做一隻MK啡 就做一隻MK啡 叫人猜 是粉啡色 啡色 偏一點綠色 有綠色的嗎 有綠色的嗎 Mokka是甚麼色 咖啡那隻Mokka 那我已經猜到了 蛤 你也知道你的粉色 我給你10分鐘 但每個沖Mokka都不同 奶的比例有些都會不同 對 那是何謂Mokka色 我還要四隻 一間正的Cappuccino 都不信 三隻都不信 三隻都不信 你不是說把這個顏色放在這裏 其實真的會 一樣我都相信 咦 為甚麼一樣的 為甚麼拿上手的時候一樣色 第二排就是根據旁邊的字 拒你出來 好像有小技巧 如果這樣一注的時候 你看上去其實有點難分 但如果你把它移出來 你會看到其實它的深淺程度是有不同的 喂 老師他現在抄我回答我 我也不知道你 我也不知道你寫了 我寫完後 不知道是甚麼 是不是拳墜啊 蛤 為甚麼 沒有你啊 好 兩個回答一下 太好了 我直覺是適合的 反而推離錯了 快可以轉行 因為Janet答錯了 竟然又被男生贏多一個回合 最後一個測試 是把灰階圖由深至淺排列 結果全關封沒 只得阿軒一個答對 其實你有沒有弄清楚是你們的答案錯 沒有可能 我不會錯的 我不會錯的 為甚麼 這個遊戲給你試 我玩甚麼都錯的 欸呀 我對阿 我輸了 我覺得輸眼 他生涯了 他可以拿個體圖欄 對不起 女性紅包 我竟然贏到design 我覺得整件事很神奇 真的猜不到 原來男生對顏色的敏感度是這麼高 最後我們測試一下觀眾 大家覺得網球是甚麼顏色的呢 答案是黃色 我真的有問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都說是綠色 只有我一個是黃色 那我就覺得 是否我的問題 好